兩岸現在的關係是什麼呢 就是隨時要小心嗎 各種的兵凶戰危 或者是可能無法預期的情況 是這樣嗎 在立法院質詢的時候 對於林楚穎立委來說 他關心的是中國乾爹 這段答詢 聽聽看 他們會在影片當中說 謝謝乾爹贊助 我不斷的在關注 就是中國統戰台灣的方式 現在最新的方法 就是收買網紅 給他贊助 給他金錢 這樣的所謂中國乾爹 有沒有法規可以現行 相較於武力的威脅 經濟的威脅 最大的還是這種文化的入侵 所以我很希望國人 能夠自己提升自己 內心的防衛力量 這段答詢看起來好恐怖 這種是文化的入侵 不過其實羅隆太也回了一句話說 委員 其實你也是網紅 你有沒有叫人家乾爹 這後一句是我問的 我就是說 有這種叫乾爹的嗎 我其實不知道 過去乾爹在英文裡 Sugar Daddy 在國外 美國是很流行 是比較是有這樣子的風格 包養年輕女生的意思 貶義的意思 之前王浩宇跟瓜吉 甚至都叫過鄭文燦是 乾爹啊 難道他有保養之意嗎 我不知道 但是不是有這樣的中國乾爹 我不知道 但重點就是反中 抗中 哎呀 廢提就在你身邊 第五中隊的概念 他認為現在連網紅 每個人仍金黃黃 你只要到過大陸 你只要到哪裡去玩 只要跟中國有關係 開口講了一句中國 你可能就是被 現在指的這種 中國乾爹保養的對象 這樣可以嗎 綠營要操作抗中 仇中 孔中 不只是孔中而已 接下來我們看到的 是不是守中線 這個叫什麼概念 過去的梗圖 有蔡總統在 就慈母守中線 蔡總統離開現任了 現在賴總統上任之後 中線如何呢 常態的各種 隨時有surprise 各種驚喜 有位漁民出海去補小館 在澎湖的時候 突然撞見了巨大的黑色物體 從水面浮出來 他嚇壞了 他趕快通報相關單位 也把影片拍下來 那專家分析說 這疑似是共軍094型的 彈道飛彈核潛艦 那澎湖漁民看到 這艘潛艦的時候 距離廖羅灣 其實只有25海里 那隨後馬上還有看到 另外一艘軍艦 趕來支援 事後朝中國方向行駛 募集者是認為說 整個返航過程 這個潛艦都沒有在下潛 是不是有故障 不知道 那至少有海上艦艇在旁 介護是他所看到的畫面 這個消息傳到了國防部 那記者在問國防部長 顧立雄問他 知不知道這個事情 他強調 有勤監針手段有所掌握 詳細的手段 不宜對外透露 不知道是什麼內容 反正不能看 告訴你的話 畫塗黑所以你也不會知道的 陳伯楊又說話了 他說要慎防的是 中國很容易用意外 做成政治操作 這次意外發生在中方 所以可能小一點 那這樣的事情只會越來越多 這是國人要注意的 那我們只能問說 那越來越多的時候 我們該怎麼辦呢 我們只能說 都不宜對外透露怎麼辦 這樣嗎 那再來看 這個真實情況也還有 包括了淡水 雲門碼頭出現了一艘快艇 就是直接大陸的民眾 直接長驅止入進來的 最後的根據偵訊等的結論 原來是這樣的 這個是快艇南在淡水撞到了業者的船 吵架還吵了半小時 然後業者才報警 相關的人員海巡單位才來 到現場來抓人跟處理的 所以這些之前不能說的時候 不宜對外透露的時候 在做什麼呢 那以此去詢問國防部 國防部是表示486講了什麼 先講這個486講了什麼 486說對於軍機在台灣附近晃啊晃 中國共產黨也不過就做做樣子而已 我們現在的國防部長顧力雄 對中國態度都非常的強硬 只要侵犯到我們領土 就是開火 感覺很嚴重 而且很鄭重以對 但國防部回應486 他說的是國防部新聞處 直日官之前就講過了 我們沒有第一集 只有自衛權的行使 就是說我們不會主動開火 頂多只有自衛權 所以相對的婉轉度就差很多 那證實一件事情的是 漢光演習 因為漢光演習的地點 就是在淡水河口 所以一艘快艇來 才引起更多的關注 但漢光演習現在的演習模式 被告訴大家說有一個新的情況 把紅軍取消了 就是說不再有我們的軍方 來扮演敵軍的角色 顧力雄說 為什麼取消這樣敵對的角色扮演 他說是要以真實想定進行驗證 並非是要升高軍事對峙的敏感度 目的是要讓旅集以下的單位 做到希望可以達到的事情 學者接種也說 如果國防部考量擔任紅軍的官兵 在戰時無法熟悉任務跟戰術 其實可以把營集規模縮小到連擊 一樣可以達到目的 總之這樣的取消到底是對我們來講 更有防範的能力 還是什麼樣的考量 大家來賓可以來看法跟討論 但的確大陸的民航機靠台灣 今天飛到台灣金門上空的時候 先可以看看畫面 這是由民眾所拍到的金門上空 因為金門對我來講 就不會像他們這麼有敏感度 他們知道康務中很少會有這樣的 民航機出現 所以他們特別把它拍下來也關注了 原來這個是 一般是大陸的民航 理論好幾艘 好幾架這個航次 是不可以經過金馬上空的 但今天都飛越了 根據查證的結果 民航局回應表示 是事先有過通報的 因為受到封面天氣不好的影響 所以中國航管局通知 可能會有繞飛金馬的情況 只要高度在管制以外的範圍之內 實際觀測也確認對方都沒有進入 我方中端管制區域的事情 所以他們認為沒有問題很安全 叫大家不用擔心 兵哥兩岸之間現在從意識形態 把人分等跟中國有關的 就要囉嗦你 你好危險 你怕你有中國干爹 一直到軍方的軍事行動 我們有辦法 真的因應嗎 我想請問一下林楚英委員 你到底怎麼知道 那些去抖內他的 給這些網紅錢的或是幫他上廣告的 這些人是中國人 是大陸人 你怎麼知道 你是查他IP還是監控他手機 不然你都會曉得 其實這種網路這種Sugar Daddy 一大堆 在我看的我不知道 因為我們委員比我常掛網 他最喜歡看的就愛奇藝 錄劇 所以可能他的見識比我們多得多 在我看來大部分 都是我們台灣人自己在抖內 我們自己台灣的網紅 大部分都是這樣子 因為中國大部分很遠 大部分抖內的目的是要幹嘛 你知道要跟他見面 那你覺得大陸會抖內 台灣人很多嗎 因為他根本沒辦法跟他見到面 而且這種大部分都是有所求的 恐怕跟你想的是 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那我覺得卓榮泰的回答更奇怪 他說這種文化上的入侵 這哪是什麼文化上的入侵 這就是金錢公事不是嗎 假設真的有這個東西 這是金錢公事而已 這跟文化入侵有什麼關係 台灣有一大堆這種抖內的 那到底是誰影響誰 實際上抖內文化是外國傳過來的 外國傳到中國 大陸傳到台灣的 不是嗎 那到底是誰的文化入侵 所以卓榮泰你到底知不知道 自己在說什麼 我實在搞不懂他在講什麼 那今天在這個海上 出現了大陸的這個儀式 那個戰略導彈潛艦 一開始傳出說是096 我看去覺得不太像 因為那個龜背太大 因為096是更先進的 所以理論上來說 它龜背凸起來會更小 凸得沒那麼高 其實你只去看2A2級 它也是有凸起來 只是凸起來弧度沒那麼大 這個看起來比較像094 當然096載彈量更多 然後射程更遠 可是這一艘會在這邊出現 其實是很奇怪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它是戰略導彈潛艦 它不應該在台灣海峽出現 因為台灣海峽不是在 作戰任務範圍 而且台灣海峽水域太淺 其實它這麼重 因為重可能上萬噸的潛艦 在這邊其實運作很不方便 很容易被人家偵察到 那它為什麼要在這個地方出現 我覺得它是在試探台灣 看我們海軍會有什麼反應 它就是要知道我們台灣海軍的 徵收能力到哪裡 結果我現在事實證明 我們台灣徵收能力最強的是漁民 你看淡水河口也是漁民先看到的 對不對 這個潛艦也是漁民先看到的 反而國防部真的有監控到嗎 其實國防部是不是真的有監控到 我真的不知道 但是至少淡水河口這個證實 海巡從頭到尾就在說謊 因為現在所有的影片都出來 就證實了一件事 海巡根本從頭到尾就不知道他來了 事實如此 因為大家都看到影片 他那一艘快艇就在 原码頭那賺了上去賺了很久 所以你根本就不曉得 一直在騙我們 請問一下管碧琳到現在不出來解釋 你都沒有任何責任要扛嗎 你被人家直接入侵 然後完全沒有任何反應 至於說漢光演習連紅軍都拿掉 請問一下這是在釋出善意嗎 我不知道這對對岸有什麼善意 我只覺得這種演習越來越假 如果要做這麼假的演習 乾脆不要 讓大家好好休息比較好 因為我看到新聞上寫是說 避免升高敵意 我也不知道演習不是就要敵意 才需要演習的 所以我軍事不了解 宇軒覺得呢 因為你本來 你紅軍藍軍就是要有一個勝負 對不對 不然你以後也加一個綠軍進去 因為戰狂我現在分兩塊 一個就是沙盤推岩 一個是真實想定 那真實想定就是說 石兵操演 石兵操演坦白講 以前有玩真的嗎 也沒有 放放煙火玩假的 最主要是這樣 這個不是我講的 是那個壯廣台灣 他自己講過的話 吳怡農 我是引述吳怡農的講法 所以民進黨有意見去找吳怡農 吳怡農說你們都花拳秀腿 這吳怡農的講法 但我跟你講 總共泰斯佳友是大外行 你知道嗎 因為首先他說 我們這個國人他說什麼 要防抵文化入侵 我們內心要很強大 你確定嗎 民進黨51席立委 有沒有人講過接地氣 有沒有人講過走心 有沒有人講過碰瓷 不好意思 我剛才上述這三個字 全部都是中國用語 所以兩岸的文化 本來就這樣一直在交流了 連民進黨自己的支持者 都愛看錄劇愛看的不行 不信你去問我們褚英傑 我們褚英傑超愛看的 他現在 我知道他現在沒有愛奇異人 你可能用別的軟體 N開頭的或D開頭的 那也有錄劇可以看 不要害羞 我知道你很愛看 騙誰 民進黨自己愛看的要命 你跟他說文化統戰 我們全部大家拒絕抵制錄 有這種可能性嗎 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 這個抖內的抖內的部分 你要怎麼樣確認說 它是來自中國的資金 有沒有可能 如同我們剛才沈柏洋講的 那什麼CIA的資金 誰知道 抖內就抖進來了 還是你要限制說 大家都不要抖內 對不對 你民進黨也是一大堆抖內 那我們怎麼知道 這些抖內的來源是哪裡 還是你要弄一個抖內法 以後嚴格規範 抖內一定要實名制 抖內實名制 怕政府相關單位給得更多 對 因為我們剛剛賓科講的一個重點 你如果今天有辦法去追本溯源 代表說你認他的IP位置 那個就是我們的中華電信 還是這是王毅川告訴你的 對不對 還是又是夢到的 所以你不要講這種 這麼無知的話 好不好 什麼事情都要扯認知出來 所以我跟你講 這個漁民的事情 我看到一個東西 我快笑死了你知道嗎 我們的這個不知道是海巡署 還是哪一個單位 寄出獎金 他們說用獎金來獎勵 各位你知道獎金什麼嗎 漁民如果往後有開到這種 不明物體 或者是戰艦 或者是潛艦 把它拍下來 我們國家會提供3萬塊 給你作為獎金 葡萄大哥這隻丟臉丟死了 這代表一件事情 人家跑來我們的漁人碼頭 在那邊繞了半天也抓不到 結果在外海也抓不到 所以你到底有沒有雷達 你海巡署到底在幹嘛 你官兵到底在幹嘛 還有最後趕快把那個 我們講的往生者送回去好不好 你到底是要扣多久 這搞不懂 我們還有人在對岸 所以宏廷 大家關心這些話題 就是第一個先知道 我們到底安不安全 那演習的目的不就是要證明 我們可以安全來因應嗎 所以我覺得在這裡面 很奇怪的一件事就是說 我們最喜歡就是說 做任何的senal planning的時候 要A B案 B案就是說我要一組人去假設 站在對方的立場來想要 要怎麼樣去做這個部分 如果我們現在已經放棄了 就是說我們預估共軍要怎麼樣 處理這個部分 那我們自己在演什麼 對不對 我們放棄了紅軍的想定的時候 表示什麼 表示我們就是在想我們自己 那我們就是自己在操演而已 我好難想像我們能幹 對 我就沒有想像說 他要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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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一個安排 那這樣的安排究竟是說 我因為現在大家進入到了一個 比較緊張的時候 所以我必須把他的可能性 不想讓別人知道 還是說我是到底要去做什麼 就是我看起來我覺得 我看不太懂這樣的一個狀況 因為如果我們真的要演習的話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一定要讓我現在在守衛的人 知道說真的發生狀況的時候 到底是怎樣 那我如果不想要讓他知道這個狀況 就直接去做防守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只有一種可能就是 已經緊張到一種程度了 所以我現在不能夠告訴大家說 我要怎麼守 所以我才要把紅軍去取消掉 但這裡面我覺得還是一樣 就是說國防部還是稍微講清楚 就是說我們到底是為了什麼 如果今天你真的是因為 所謂的想要降低敵意的話 那我們就降低敵意 不要說什麼樣的東西 都不跟大家講清楚 包括潛艇上 不會到時候連阿兵哥官兵都不知道 是 包括潛艇這件事情也是一樣 因為它是一個彈道型的潛艦 彈道型的潛艦通常它很奇怪 它是在發射飛彈 打擊所謂陸地跟海上範圍的 那它在中線浮起來的這個部分 到底是因為故障 還是因為秀馬手 我覺得國防部也可以告訴民眾 大家會至少比較放心一點 至少讓大家覺得說 現在這樣的一個部分 不尋常的事情發生了 到底是為什麼 部長說不宜透露 是個很神秘的事件 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